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老同学在堂里面钓了几条鲤鱼 把电话给我,要煮着吃 这条是最大的,大概是两斤左右 先把鱼鳞刮起干净 这些鱼是自己鱼塘里养的 也是我们本地土生土长的鱼种 味道非常的鲜美 有些人把它放在稻田里 稻花鱼就是这一种 鱼尾和鱼头部各划上一刀 用刀轻轻拍打 在鱼皮下面有一个白色的点 找到这个点,这个点就是鱼心线 一边拍打一边拉 鱼心线轻松的就取出来了 用同样的方法取出另外一边的鱼心线 我们在市场里买的或者超市里买的这些鱼 更要取出鱼心线 因为那些鱼在网箱里面养殖 活动空间很小 所以呢,鱼比较新 我们去买鱼的时候其实可以一眼就看出来 鲨鱼它的鱼鳍会有伤痕 鱼鳞也不完整 因为它经过长途的运输 所以呢,鱼鳞多少会有些损伤 我们再看一下这些鱼 里面真的是很干净 连这层黑色的膜都没有 稍微清洗一下 在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洗的 把这些血水洗掉的话 就没有这么新品 再来看一下这条鱼 可能是红鲤鱼和青鲤鱼的杂交 背部是青色 肚皮是红色 是不是很漂亮 如果我们首先不用刀去把它拍晕 你根本就抓不住它 用同样的方法 把鱼形线取出来 切成大一点的块备用 再准备点家里面种的毛豆 等下放到鱼里面更鲜 锅烧热 放入菜籽油 撒上少量的盐 旋转一下锅让油盐分布均匀 然后再依次下入鱼块 依次下入鱼块的好处是 防止粘锅 鱼皮朝下 鱼肉朝上 这个时候要开大火 让鱼均匀的铺开 再次旋转一下锅 因为油在中间 旋转一下让油分布到每一块鱼上 如果鱼块下面没有油 那肯定会粘锅 煎至一面金黄 用筷子翻动 煎另一面 用这种方法煎出来的鱼 表皮完整 酥脆 散发出鱼的香味 如果我们要想鱼汤更白 其实可以不要用油煎 直接煮 那样鱼汤会很白 但是呢 没有这么香 加一个鱼头给大家看一下 金黄金黄的 把所有的鱼用筷子一块一块的翻过来 煎另一面 煎至底部定型 就可以旋转一下锅 让其受热均匀 煎好后我们倒入一碗啤酒 因为啤酒可以去腥提心 再加一碗清水没过鱼肉 放入切好的姜蒜 开大火煮五分钟 煮至汤汁变白 再加一点大蒜青辣椒 再倒入刚才剥好的毛豆 自家种的毛豆也带有甜味 将毛豆全部进到汤里面 煮至断生 这个时候的鱼汤已经非常白了 最后再加点红辣椒调色 再煮两分钟 最后再加88粒银和18粒鸡精 依照个人的口味 你可以添加自己喜欢的调料 像这么好的鱼 其实除了盐 其他的调料可以多补放 一道鲜美无比的毛豆煮鱼 就做好了 这是最家常的做法 方法也特别紧张 我们经常这样煮一盆都不够吃 真的是汤鲜味美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您